大家好我是talk君啊 我也来了啊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upstar这家公司 然后做一下基本面 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做家公司 因为我我说在推特上的话啊 有一个叫fin推的就一个团体 然后他们的话都会分享自己的一些持仓啊 分享他们的一些信念 包括分享他们对贵股的一些看法啊 upstar家公司的话 是其中有一个人的里面的第二大仓位 然后这个人的话 对upstar这家公司非常非常的看好 然后包括还有其他一些 其他一些人的话也是持有upstar 所以我就想对这家公司做一些啊 就看一下做一下滴滴 然后看一下这家公司吧 我先说一下结论啊 就对于这家公司 我在做整个基本面 或者在做整个滴滴的过程中的话 我的心我的心情是这样的 就你越做越觉得哇 这家公司好像挺厉害挺厉害挺厉害的 然后做到最后的话 我研究的越深 然后做到最后的话 我会发现这家公司好像就我的心情是这样 起伏是这样的 我先上去 然后最后再下来啊啊 待会的话我会给大家啊就阐述一下 整个我做滴滴的一个过程 或者我自己一个心态 我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能感受的 然后我先说一下最后的结论吧 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话 短期之内的话 这家公司也许是可以投资的 但是长期的话 我觉得这家公司的不确定性其实挺大的 而且我觉得风险也是挺大的好吗 然后先看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 非常简单 他就是做一个lending的 然后他主要做的是personal loan 到现在他主要的业务是personal loan 就是私人的一个贷款 比如说在加拿大的话比较火的 比如说他和他有点和什么 有点和啊银行会给你一个person 或者line of credit 这是差不多 就是它是unsecure lending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主要业务 然后另外一款或者现在马上要进入expand 他们马上要进入的一个业务就是order loan 就是一个车车车的贷款 包括order loan的一个refinancing 基本上就是现在他们马上要进入那个区 主要的话他们就是做lending 主要是做贷款 然后就是他们那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和其他的很多网站一样的 你上他们网站 然后你apply 就你直接申请一个贷款 就可以贷款的一个额度的话 在一千块钱到五万到五万块钱左右 这个这个基本上是personal loan的一个范围 他比一个啊再小一点的那种数额的话 就有点像那种payday loan 或者payday lending 对吧啊这一这一款的话 以一千块钱到五万块钱的话 属于personal 属于personal 然后啊贷款价值的话 属于不属于最低档的 属于中档左右 啊然后他下面一个利率的话 一般personal 我看到他下面一般personal 龙的一个利率的话都不会低的 因为他是unsecure的一个lending吧 所以他他这边利率写的是6.95% 年化6.95%到36左右 不低的好吗 啊然后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财报 首先啊财报是这样的 就啊我先把我自己移开啊 就这是他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 qn的一个财报 首先他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是啊 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几乎出乎了整个华尔街的一个预料啊 或者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你可以看到这边最长的一个柱子啊绿色这个木啊 淡绿色淡绿色的一条柱子的话 这条柱子是他们的一个revenue啊 year over year 的话 年化增长的话是90% 就是比上年一季度的增长增长的非常非常快啊 然后另外一点 他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就是他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里面 他们是已经赚钱了 这个是gap accounting gap 一个 net income 的话 他们是八个percent啊 或者说这边黄色的一根柱子 10 million就是他们一季度的话 他们gap accounting的话 他们是已经赚钱了赚了一千万啊 然后我我我希望大家就我和大家就说一下 就是你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看一下首先 你看一下他以前这边是这边比较好的 是他quarter by quarter 每一个季度都有了 你可以看一下 他在19年的一个四季度和2020年的一个一季度的话 他增长其实是基本上是没有动的 然后疫情的时候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就是2020年的一个二季度 对吗 你可以看到2020年二季度的时候 他们一个income 他们一个revenue的话只有1700万 就说明什么 然后现在就开始慢慢恢复 三季度6500万 四季度8700万 然后到一季度的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又爆发了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他们那个业务的话是受到疫情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这边有一点我想 我想说一下 就如果大家去看他们CEO采访的时候 他们CEO说 他说他们说 我们他说upstart这家公司我们不是fintech 然后我们是和银行合作 他说we work with the banks 就是而fintech的话一般都是说 就是we compete with the bank 对吗 就fintech的话一般都是就一些科技金融公司的话是和银行是竞争 之间的关系 然后upstart他们CEO Dave他说的是我们是和银行是合作的 从他这句话的意思来说 你听上去感觉银行是他们的一个客户 这个其实我说实话包括很多 因为我待会大家会大家会大家看电话电话会议就财报的一个会议 其实包括有很多analyst华尔间analyst也是觉得upstart他们的一个客户的话 因为你要知道你一个business你得知道他你自己的客户是谁 你很多包括analyst都会觉得upstart他们的一个客户是银行 但其实我最后看下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客户看他们的客户其实不是银行 我待会的话会告诉大家就我为什么最后我觉得他们的客户不是银行而我觉得你要找到他们真正的客户的话 你才能知道他们的这个100就这一季度的一个1.21就121个million或者1.2亿美金这个营收增长是哪里来的 因为其实你看他们那个财报的时候你都看不出来 包括他们电话会议里边都没有明确的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这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会那么那么好 好吧反正这个谜底的话待会最后待会的话我会帮大家解开的啊所以从这张图里面只有两个take away就两点我们需要知道是他一第一点是他们一季度的一个增长非常非常高年化增长90%然后啊第二点的话就是这家公司的话它是一个疫情受难股好吗 然后看他们财报里面的这张图啊这张图的话也非常有用就他们他们一个key operating matrix matrix然后啊这张图就左边这张图非常重左边这张图他两就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 的话是transaction volume number of loans就是他们从他们网站上经经手的一个volume啊或者说经手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数目第二个数字的话一个conversion rateconversion rate的话也是非常重要这个百分比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conversion rate啊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百个人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啊那我们拿这个百分之九来举例子吧是二零二季度的时候二零二零二季度是二零二零二季度这个百分之九就代表有一百个人去他们网站上申请贷款然后有九个人的话最后是被通过了 或者有九个人的话最后他们是给出了一个offer啊然后百分之十四的话就代表啊就一百个人也十四个人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conversion这个conversion rate的话是一直在增增加的啊但是你可以有有有有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的话就你可以看到一零啊在一季度和在二零二零年一季度之前的话这个conversion rate基本上都是比较比较平衡的对吧就是在十一十四十五十四然后从三季度的话十五也是正常的和以前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你从四季度你看看它变成十七从一季度的时候从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变成二十二了这个一季度的时候Q1到Q4到这个jump过了百分之五超就直接比上一季度超过了百分之五或者他们conversion rate高了百分之五 他们ceo给出一个解释dave给出一个解释他说什么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家公司opstar我前面我可能没说opstar他们一个或者说他们一个value proposition或者这家公司一个特色就是他们说一个ai driven就是他们的一个 这个就背后贷款审批的审批这背后的一个引擎的话是一个ai或者是machine learning啊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fancy对吗就是在这个行业的话以前啊因为他用到了他他这边举到了一个例子就是啊银行的话喜欢用啊就在美国的话银行的话喜欢用fico score然后他说的话他他们就说他们fico score的话他的一个预测能力的话或者预测以后啊贷款人是不是会安时付安时偿还贷款贷款的话fico score这个预测能力的话并不强然后他们说他们 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然后他们有非背后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有一个ai technology啊或者科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预测所以他说这是这是dave他们ceo给出的一个答案他们说因为他们的一个模型能够更加精确的去对去对就去对申请人做出一个判断所以导致了他们的一个conversionconversion增加了5%啊你听起来啊这这这些东西你听起来的话非常非常感觉你哦感觉非常非常厉害你要想哎但实际上我说实话但凡做过lending这一块 或者对对lending这一块有一点点了解包括其实比如说你做过一做过一些modeling的话你要知道在你的客户群没有非常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的话你要去提高你的你的结果或者你的conversion rate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什么意思啊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假设他在上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同样只有一百个人去申请的话那这一百个人的一个risk profile或者这一百人这一百个人的一个风险指数不变的话那你是很难从四季度到一季度你就比如说你四季度的时候你只审批了17个人那你一季度的时候凭什么能审批22个人呢因为这其实这一百个人他的风险指数是没有变的 除非说你这一你这一季度里面的一百个人和一百个人的一个风险指数和四季度里面一百个人的风险指数完全不一样了 不然的话你是很难在一个季度里面去多增加这百个五个百分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除非说你自己一个模型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upgrade或者一个一个investment不然的话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完全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所以所以你仔细的去想的话他CEO给出这个解释其实是不合理的而而最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他们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你你你整个贷款审批的一个过程的话比如说你满足这个条件你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你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那我就审批给你对吗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的一个条件的话放宽松一点那直接就导致他们的一个批审批率的话就高了 这同样的道理就是在为什么在上年二季度的时候他们那个审批率他们的conversion率那么低他们只要把他们的一个条件变得更加严格的话他们的审批率自然就低了啊那为什么upstar或者为什么这这一类的公司他们要把他们那个就时不时的他们要根据整个比如说整个金融环境他们要根据金融金融环境把他们的审批率去进行调整那就非常简单比如说他们的金主爸爸告诉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二零就在上年二季度的时候是整个经济环境非常非常差 他说我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我没办法批给你那么多贷款就我贷款的量没有非常非常大那我直接就告诉你你把你的你把你的一个审批规定的话弄严格一点弄严格一点的话就你剩下的那些人的话他的一个risk profile或者他的一个风险程度比较低那些人的话我是可以选择贷款贷款贷给他对吧那现在的话整个金融环境或者整个经济环境相对来比较好金主爸爸更有钱了金主爸爸说我现在有我现在更有钱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一个审批的一个过程或者审批的一些条件的话放宽松一点这就是直接导致了他们为什么他们那个conversion率能增加 所以不是因为他们的一个model现在比这一个季度比上一个季度有多好了而只是因为整个金融环境或者整个经济环境现在变好了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因为我觉得ceo里面给出了一个答案ceo其实没有我我个人其实是觉得他没有把真实的他没有把真最后这背后真实的一个原因告诉起码在earning score里面告诉大家啊然后他们财报里面我再带大家看这一页这一页的话啊算是也算是比较重要一页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为什么很多人都对 upstart这家公司的话感觉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们在一季这是这是一季度财报对吗他们在发四季度财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比beat estimate然后四季度他们财报发布的时候他们对整个2021年的一个预测的话是500 million是5亿美金的一个收入然后一季度财报出来之后的话他们又把他们一个guidance又往上提了就提了非常多了他直接把他们一个整个一年的一个guidance的话提高了20%从500个million的话到了600个million从5亿美金直接到了6亿美金了 啊这种提法的话是相当相当高的好吗啊然后他们财报会议我做了一些纪要然后我挑几点和大家说第一点的话analyst问他们就一个analyst问他们他们说他们的conversion rate就是我前面说的啊第一句的22%那么他说你的conversion rate那么高他说比我们预测的高非常非常多他说长期来说这个conversion rate应该是多少然后is there a limit这其实问出来这conversion rate有个limit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说实话我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业余因为其实我前面说大家一个他的一个conversion conversion rate的话完全取决于upstart他们是想把他们那个underwriting policy更加宽松或者说更加严格只要他们宽松一点的话这个conversion rate自然就下去他们严格一点的话这个conversion rate的话自然他们宽松一点的话conversion rate就上去了严格一点的话这个conversion rate就下来了严格的话就像向年上年的二季度conversion rate就9%宽松一点的话就像这一季度的话22%然后他们然后他们CEO说他说QE的话QE22%的conversion rate其实是高于他们长期的一个target但是他说他说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做广告做的不够他是什么意思做广告因为你做广告的话其实带来的什么带来是流量这个流量的话其实我在lending里面他就叫做leads其实就和比如说很多家的比如买房的话你去ZERO上面对吧你去ZERO上面他们网站上的话你就是一个lead对吧所以在upstart上面也是一样的upstart的话他们也做广告费那广告做的越多的话他们的lead就越多那你如果lead就越多就你的上游就越多的话那就就你就可以根据你上游那些人 或者你做广告你做广告带来的那些leads带来的那些客户他们的一个风险程度然后再去定然后再去定你的一个conversion rate 那么所以所以他说他们有可能我们广告做的不够多然后如果广告做的多的话你的leads多的话或者你的分母多了你的分母比较大的话那自然而然你你最后一个conversion rate就下去了对吧 然后然后第二点的话就这边upstart我这边我在强调他们他们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在personal loan上面然后他们现在的话已经expand了他们会有他们准备要做的是auto 然后做auto的话他们现在收购他们上一季度然后宣布收购一家公司的话叫prodigi然后这家公司的话他们是做软件的他软件是干嘛呢就是就是说比如说你去车行买车然后你要做贷款的话那车行用的软件比如说车行车行车行把你的信息输进去输到哪里呢输到一个软件里面对吧prodigi的话他就是其中的一个软件其中的一个软件啊就是并不是所有车行都会用prodigi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软件去就去帮助他们客户找到最适合的车贷的一个 银行啊所以upstar他们是要进行他们是要进入车贷的或者或者车车钱的一个车起的一个车的一个贷款啊因为车的一个贷款的话这个市场的话远远是比personal一个贷款的话要大非常非常多啊然后这这边这边第三个问题就是这边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他们那个客户到底是谁起码从从很多earning score里面包括从他们啊ceo的一个回复里面他们的客户是他们的客户是small banks他smaller banks and credit union就是小的一些银行和一些啊信用合作社 对吧然后他说现在的话已经有18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在他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啊啊在二零二二零二零年上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只有十家然后到一季度底的话已经有18家就是和他们合作的那些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话是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好吗啊但其实他们背后的客户其实并不是银行也不是快乐一个年待会我会带大家去看啊然后这边他们财报会议里面最最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啊increasing guidance就是他们的一个啊 今年的二零二一年整个二零二一年的一个指引然后啊就问他们了为什么你会增加把这个指引提高到那么多你想从五百个million五亿美金提高到六亿美金提高百分之二十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吧然后他们啊他们ceo说了然后dave说他说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啊我们的一个模型变好了就是他们说他说improvement to credit modelsverification acquisitiontarget model就是他们的一个模型厉害了牛逼了然后更加牛逼了所以导致他们就更加赚钱了啊然后他是怎么算出来他是比如说他说他们 我们现在观察观察我们的一个每个每日或者我们每个星期的一些improvement一些一些改变的话他们直接把啊就一季度的一个数据每季度每季度的数据算成百分季度over就quarter over quarter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年年化增长率去算的话推推算出来今年年底或者整个一年的话他们的一个收入的话会到达六亿美金啊然后的话就我们就来揭露一下他们他们背后到底他们的真正的客户或者他们的一个他们custom或者他们最后一个他们背后的一个金主到底是谁啊我这边看的是10k 就每家公司的话都会有10k的然后你找到这边啊他们的一个bank partnership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的一个客户的话是banks就banks and credit union对吗啊然后你这边可以找到他们那个banks partnership最大的一家他们partnership是谁crb这家公司什么cross river bank啊然后你可以看到cross river bank的话他们因为你要知道upstart的话他们95%以上的他们的一个营收的话全部是fee received from the banks然后你可以看到2018年19年2020年的话啊cross river bank的话 cross server bankcrb这家银行的话总共占了81%80%63%的一个收入都是从这家银行来的就是啊upstart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个收入的话全是和crb这家银行合作的啊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就我在看他们10k的时候我看到crb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看过affirm这家公司突然让我想到的就是我我crb这家公司cross server因为cross server这个这个名字让我非常熟悉然后我就想到了我看affirm的时候我也看到了crb我也看到cross server bank这家公司 之后的话我就去做了更多的一个research去research这家crbcross server bank然后又发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大部分我和大家说然后看下去啊首先就他这边告诉你他们那个bank partnership就是他们是和crb银行合作的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institutional investors啊这边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就是整个tank里面的一个精髓就是你可以找到他们真正背后的一个客户是谁因为啊就先看这句话他说accordingly他说our growth is not limited by bank finding capacity or risk tolerance他说the combination of bank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funding provides our platform with competitive and diverse capital什么意思啊因为如果说upstart他们那个真正的一个客户是银行比如说是crb这家银行的话那其实upstart他们能够带出去多少款那其实取决于crb他们有多少这个资金去支持对吗因为upstart他们是不承受任何风险的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一个人从upstart他们那边通过的话或者upstart通过那个通过那个申请者 最后这个申请者他没有付款的话或者他default的话upstart是不承受任何风险的而你会感觉上最后承受的风险是谁是crb但其实不是crb这家银行啊而你知道crb他家银行做了什么吗其实整个他们的一个流程是这样的就upstart他是去吸引客户他去帮银行他去帮crb做一个什么他是做一个第一阶段的一个筛选他比如说有100个申请者然后他的一个conversion rate比如说20%100个申请者他说我审批22个人 然后你会觉得这22个人的风险的话就最后审批的话是crb就是crb把这个loan或者把这个贷款的话发给这22个人对吗 其实是这样的但是crb的话转手就把这22个人捆绑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abs就是asset back security 就是一个资产抵押债券然后他转手把这22个人捆绑在一起变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把这个金融产品去卖给谁卖给institutional investors 所以crb承受风险吧如果这最后22个人就比如说这22个人拿到贷款这22个人里面有人default或者有人不付款的话crb承受风险吧他们也不承受风险的 他们其实最他们其实在中间的话也只是一个承销商所以upstar他最终的客户是谁upstar他最终的客户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那些机构投资者是那些最后去买他们金融产品买crb他们issue的金融产品买那个abs的人 所以整个故事线到这边就清到到这边的话就清晰了你所以啊你说upstar他们一个成长他们一个growth是不是取决于crb cross river bank这家公司他们有多少资金呢 不是的cross river bank他们总共的一个asset的话才9个billion就只有90亿美金这在银行里面的话是属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银行所以他们最终的一个客户或者他们背后的一个金主爸爸其实就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一个机构持有者所以upstar他们的一个成长的空间的话取决于谁取决于整个金融市场对abs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到这里的话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待会我弄一张图的话和大家再再重新再整理一下然后我就说到 CIP这个银行啊cross river bank啊然后我就做了很多google research做了一下cross river bank一些一些色学一些啊可以他们有关的新闻你可以看到banking as a platform cross server bank这家这家银行啊他们其实也是成立了不久可能成立好像成立了十几年吧然后他们就是服务那些科技金融公司的他们就是服务fintech而他们主打的是什么banking as a platform就他们其实是一个成销商他们只是一个中介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是确实是发布贷款 但是他们但是他们借贷款贷款出去之后他们把所有的贷款捆绑在一起变成一个金融产品再卖出去啊然后这篇文章2019年312月31号这篇文章福布斯的他说investigation的forbes investigationinside secret bankingbehindfintech boom为什么科技金融板块科技科技金融他们发展那么快他说背后的他的secret bankbehindfintech boom这个secret bank就是cross river bank啊然后又是一篇文章2020年12月9号的这一篇文章的thebank of the year cross river bank这家这这个银行这家银行他们一共才500个人这个银行一共才500个人就不到然后这次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嘛然后他们也参与了ppp弄然后你想一家500个人都不到的一家银行他们在pp弄上面的话他们发布他们带出去的pp弄从数量上来说的话是排名第三啊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图表第一家是bank of america第二家是jp morganchase从从龙抗开始开始算的话第三家就是cross server bank都排在wells fargo us bank td都排在这些大银行之前好吗啊所以到这边我们就清楚了就为什么fintech会发展那么快为什么啊affirm和upstart他们发展那么快背后就是有另外一家他们有点像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搬运工或者是管道工好吗然后这边还有一条负面的一个消息就是和啊也是和就是和cross river bank有关的一条负面消息因为这次就ppp他们是作为pp的一个lander的吗pp他们一共借出去八亿美金然后其中的一些售价 收到款的一些他们的客户的话啊现在是被定义为欺诈好吗啊最后的话我帮大家来整理一下这张图的话就基本上能把所有东西都盖过来然后告诉大家affirm或者说upstart他们最终的一个他们背后的一个金主爸爸到底是谁其实不是银行啊就这个图是这样的就首先机构啊这边是啊就这边是机构持有者也是也是整个关系列中的一个金主爸爸比如说举个例子金主爸爸他说金主爸爸现在告诉你 我有100个billion然后我需要买abs然后就asset back security我有100个billion然后这些abs从哪里呢整个市场没有那么多abs那你得去创造这些abs对吗所以的话那crb就是这家公司cross river bank他们收到这个消息了金主爸爸告诉你啊我现在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我就是有那么多钱那但是crb的话其实是一家银行对吗那crb的话就会告诉比如说他就会就会告诉upstart他会就就会告诉affirm说现在金主爸爸有100个billion啊你然后你们要去市场上给我找找客户回来或者 或者说贷款贷出去那然后upstart的话他们收到消息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收到消息之后的话他们直接就把他们的一个conversionary给提上去了 这就是非常好的去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一季度的conversionary能到达22%而上年四季度的时候就17%而在上一年二季度的时候才只有9%因为上年二季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金主爸爸没钱啊金主爸爸上年二季度因为疫情的原因谁敢去贷款对吗谁敢去把这个钱去买abs谁敢买没人敢买整个credit market 形式的话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当初在上年二季度的时候比如金主爸爸说我现在只有5个billion对吧然后他告诉crb他说我就5个billion那crb什么时候crb和upstart就说了他说那没办法金主爸爸没钱所以你要把你的一个模型里面批准就批准贷款的那些那些规定的话要弄得更严格一点更弄得更严格一点的话那相对上只有更少的人能能带到贷款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上年二季度的conversionary才只有9%好吗所以整个这条链整个这条链 产业率之中最终的一个金主爸爸是什么是机构完全不是取决于crb有多少钱crb没钱的crb他的一个balance sheet商一共才只有9个billion知道吗所以crb他整个在整个运行在整个产业内之中的话他只是一个成销商 那这就是我我最后我为什么这就是我视频开头的一个结论为什么我说短期之内的话也许upstart这家公司是可以投资的因为你去看现在整个金融市场里面的话在creditmarket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而且你想一下很多机构投资者都去买什么都去买垃圾债券我一直和大家分享对吗垃圾债券这一段时间来的话很多机构投资者都拥都拥护的去买垃圾债券为什么因为整个市场利率太低了那机构投资者他们要找利率的话他们去哪里找他们在起码在债券市场在creditmarket的话 你知道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风险已经拉到顶了已经去买就已经去买垃圾债券了对吗那如果abs因为我们知道abs的话他相对来说他的一个首先abs基本上他的一个credit rating他的一个风险程度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就是他的credit rating的话基本上都会比较高的而他的一个利率又不低就他给出来一个利息的话又不低所以机构持有者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偏向于abs起码比起垃圾债券来说的话对吧所以整个upstart的话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长取决于谁不是取决于upstart他们有多少或者说 很大一部分不是取决于upstart他们有多少scale up的能力不是的而是取决于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credit market他们到底有多少宽松如果credit market相对来说比较紧的话upstart他完全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接待能力就像上年二季度的时候你想上年二季度他们营收啊他们revenue才是1700万跌了非常非常厉害对吗而在整个市场非常宽松的情况下的话那他们那个营收增长的话就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回到根本啊ai什么model我相信aimodel确实是能够比其他一些银行或者比其他一些小的一些机构他们用的一些模型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啊真的你你是和一些大的银行比的话我不相信大的银行在风险控制这一块的话能够比upstart做的差 所以最终取决于他们的我说说在回家最终取决于他们能带多少出去到完全取决于整个金融市场或者宏观经济那这就是我说的从最近来说的话宏观经济相对来说或者整个credit market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在短期来说的话对于upstart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而长期来说的话这家公司能成长的本身不是取决于公司本身或者说比较小一部分是取决于公司本身而取决于整个的金融市场好吧啊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因为有小小朋友怎么怎么怎么去做一家公司基本反正我我个人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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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吧 然后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比如说我会我先去做比如说像upstart这家公司我先去做直接油管上搜视频搜哪些视频我是搜他们ceo的视频不是搜其他人做滴滴的一个视频因为我不大建议大家直接去搜其他人做滴滴的一个视频因为你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印象 然后搜这家公司ceo的一个视频你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简介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像upstart这家公司的话你光去看他们ceo的话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根本就他们根本就没有给你解释你只知道你听他们ceo说的你只知道他们公司是AI driven是一个就非常非常一个高科技公司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一个营收增长会那么那么高然后第二个第二的话就是看财报看他们看他们财报然后看他们的一个财报会议然后财报会议非常重要因为你从其他一些分析员的一个角度分析员问的问题之中的话 你会对这个公司有更加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了解那些那些那些问题的话其实在财报上面是没有的接下去的话就干这家公司的一个10k然后你家10k里面的话就前面我大家看的10k里面他其实告诉你了他的一个business或者说他的一个他他最终一个客户到底是谁那么这些东西你看我你像我前面看了两看了那么多视频啊看了财报会议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客户是谁直到我看10k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客户到底是谁对吗最后的话你比如说你去看一些这家公司一个机构持有者啊现在的股价他们的估值好吗 我这边就不详细的说他们一些估值因为他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估值的话其实现在按他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成长速度来说的话他们的估值其实还好但是我说了如果要买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他们其实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挑文啊因为整个借贷市场或者整个快点market的话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现在整个市场资金非常非常多而且这个整个快点market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啊对于短期来说的话这家公司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比较多的一些利好消息长期来说的话其实这家公司 在公司的一个成长的话是取决于整个的一个金融周期或者整个快点market的一个一个一个周期好吗然后你不要看他的一个conversion rate他conversion rate往上增长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为什么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你要知道他的conversion rate往上增长的话说明整个市场上整个是整个债券市场对于这一方对ABS的需求非常非常大导致了他们在underwriting那一块的话会把他们的一些批准的条件会降低批准的条件降低的话你整个把ABS的一个风险给往上推了你对整个 金融市场的话因为你等于让整个金融市场去承受更高的一个风险这不是一个好事情你别看他的一个conversion rate往上增长如果conversion rate一直往上增长的话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但凡你做过模型你就知道了没有那么简单的不会说你现在还是同样的那一批客户的话你突然之间一个quarter over quarter你的conversion rate就能增长那么多或者你的model就能improve那么多不可能的好吗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做的有点长了但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吗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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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